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明白 一路顺风 好 再见 今天那个舞会还挺不错的 我以后经常陪你来玩 好吗 上车吧 谢谢 走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他现在在哪儿 老板 你要住店啊 我想问一下 你这儿有没有住着叫丁萧萧的客人 好 我帮你查一下 有 是有一个叫丁萧萧的女子 对 昨天刚住进来的 就在后面第二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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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表哥 我找了你好久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京城了 有人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来了之后 都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是来找魏公子的 表哥你不是跟我说过 他到京城阿爸好之后 就会来接我的吗 可是为什么我等了那么长时间 可是他连最起码的一封信 都没有给我 表哥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晓晓啊 你就别想着那个人了 你是知道的 他魏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 就算他今天把你接到京城来了 他也不会好好对你 也不会给你一个名分的 对不对 你别犯傻了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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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孩子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别吓唬我 我吓你 你自己去干他现在的样子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甚是你干的 你要我说怎么办 好 我说怎么办 你把他娶了 不可能 我已经跟银行家的女儿白小姐求婚了 婚期都已经定了 混蛋你 陆川明 你不要一副盗王案人的样子 当初我跟你表妹发生的事情 还不是你拉的皮条 要说造孽也有你一半 你脱不了干系 说到天边 我不过是睡了一个小家碧玉 你呢 把自己的表妹都拿出来买官进决 你才不是东西呢 现在事发了 我们俩就是绑在一起的蚂蚱 这忙你是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传明 你还是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事情我不可以出面 帮我打理一下吧 怎么打理 使得说服他也好 用技也好 先让他把孩子给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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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萧 表哥 有没有找到魏公子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喜事这样拖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表哥倒是有个想法 你说 把孩子拿掉 不 不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小生人 我不能随随便便地 去把他打掉 你又没想过 这孩子是魏公子的 是他造的 你也留下的种 不管怎么 你是先找到他再说 那也是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你就等着多何一天天大起来 小夏不管怎么办 你现在是一个未出轮的女孩子 这种事 要是让别人知道 你脸还往哪摆 我早就没眼见人 更不怕别人收散到死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找到他再做道歉 你可不得了 他又想的 太心了 怎么竟然预悦了 你明天这么坚持 那表哥也不强求你 万岁 你身体本来不好 现在又还了孩子 我认识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明天就带你做个例行检查 就算是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给 谢谢 给 给 请进去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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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写数啊 手术 什么手术 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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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蝉 怎么了 你知道了 他不肯做了 注意啊 走 他要想给我追他 你要干什么 你要啊 走 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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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所有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 把他卖了 是什么 既然敢说出这么丧心蜜狂的话 我可以一所了知 你呢 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 如果不把他给卖了 他醒过来肯定倒翻了 恨你骗了他 把事情撂到你一个人头上 倒是不你怎么向他家人交代 你怎么向他父母交代 大段不断 反手气乱 这就是给你们的 谢谢 快走吧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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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 всего 你怎么也在这儿 春元 安心 别偷懒 你未被刘放在这儿了 是啊 别吵了 你不懂这儿的规矩吗 不许乱说话 不许乱走动 小孩鞭子 小伙去 同理 佩子东 怎么是你啊 认不出我吧 认不出来了 这么久不见 你的变化太大了 怎么连辫子都没了 来 坐坐坐 怎么 想不到是我吧 真想不到是你啊 有人给我送了一封信 这信上就写了万佛楼三个字 我就过来了 这万万没想到 是你小子 同理啊 你还在黄宫护军营吗 还在啊 你呢 我逃离皇宫以后 东西闯荡 南北漂游 做了些事 赚了些钱 赚了一圈 又到京城了 那你到京城来干什么 看看老朋友了 还有 我想找兰心 兰心 兰心和纯元 都被发配到云南去了 你不知道吗 他们犯了什么事了 要发配到云南 听说是为了真妃和一些乱党分子 受到牵连 你也知道了 这宫里的事谁也说不清 为了点小事 就会惹来沙山之祸的 不行 我要去找他 对不起 统领 我先走了 裴子东 裴子东 你怎么 先别说 我是专程来找你 你知道兰心和纯元 已经被发配到云南了吗 他们俩不是在宫里吗 怎么会到云南去 你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儿童领告诉我的 这事千真万确 我要去找本人 你别急 我陪你一起去 我现在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出发 好 等我 来了 来了 怎么样 姐 有没有暖一点 姐 你这样不行的 可是这种地方 哪有药啊 我知道 豹子爷那边有 豹子爷有药 嗯 谢谢啊 豹子爷 我刚去找您 我姐姐病得厉害 发烧发得很严重 我想给您拿点药 好吧 待会我叫人给你把药送来 谢谢豹子爷 对了 安心 我那儿有间专房 你和你姐搬过去住吧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能搬吗 不着急 等收拾好了 你们再过去 太谢谢您了 嗯 谢谢 爹 爹 怎么样 你是知道我要来 我要出远门 没空理你 你可以不理我 可是这有人 你不能不理 我 原公子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大明 你现在变得很神气吗 原公子 你这么晚来找我 是不是有事情 传明啊 你上次写的劝兵歌 在宝定新军广为流传 军心大振哪 家父十分赏识 不过家父想让你写一篇 治国平乱的好文章 你可否有这个文采啊 多谢袁公子赏识 那好 我也帮你找了几个帮手 我们找个秘密的地方 日夜间歇 可是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您看到我要出趟远了 说到底 你这个人就是不识抬举 这样的好事 还轮不到我头上呢 你 居然还摆臭架子 既然传明有事 我也不再勉强 我去 那好 车马就在门口 走吧 古老人 那用船边 我看错了 驾 快 下来 来 下来 笑 快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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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去了 安心 跟我去给你姐姐拿药 进去吧 药就在我屋里 好 安心 你先坐会儿 我去帮你姐姐拿点药 谢谢豹子爷 好 豹子爷 你这是干什么 南清 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 南清 你就跟着我吧 不 不 放开我 你就跟着我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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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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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 快走 山空就要爆发了 我们快去找你姐 走 走 快走 你转开我的手啊 走 快走 姐 快点 走不动了 快走吧 不行 别管我了 我没去走 我不能走下关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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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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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 нач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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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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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